记住不要跟我讲学什么 因为我不想先入为主 你只是讲两位老师就能够 就是说陈老师 张老师就行了 简直是吓死人 他全部都是讲金牛座的 我想问问你 其实你会学一些跟金牛座有关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首先是财产 理财 地产 不动产 或者是一些身心的享受 例如一些身体 我们讲身体的锻炼 例如去做健身 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享受 就是说你跟他去学品酒 跟他去学烹饪 跟他去学什么呢 品酒烹饪 或者跟他去学一些艺术的东西 莫非是讲这些东西 他那个金牛座是很出很出 我相信可能你会 你搞得很好奇 究竟学什么呢 无端端会有什么去学呢 搞得很好奇 但是他讲话就是全部都是 Alex 很明显 还有那些SIM就是说 如果你跟Alex去学我刚刚说的那些SIM 那就会OK的了 请问过 aprend兵面 适用 US 有什么没有 我们在试试呢 跟Alex 彌套 有什么 你确定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